金大建筑系应届毕业生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原版预定好的台阶两地实体展只能取消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 建筑系学生改以线上网络方式来呈现 用再入中为主题 象征学生阶段的毕业作品完成毕业了 但他们的人生还在不断持续地成长往前迈进 历届来都是有实体的展览 这一次因为疫情关系临时被取消了 这个平台又推出这个企划 再怎么样我们也要让同学有一个展现作品的平台 所以就用这种方式 就是图片放上自己的作品说明 然后图面或是模型照片 然后也可以让更多就是没办法来金门 或是没办法去实体展看的人 可以有更多人看到 金大建筑系学生偶然机会得知 有线上网站提供应届毕业生免费的参展 于是花了两个多星期的时间 将40多位学生的毕业作品平面图资 还有书面资料收集上传该网站 让更多的人从网路上看到他们的设计作品 我们的主题叫做载入中 那它的概念就是在讲述我们产生一个作品 或是做设计的过程 在运转的状态 就是那个状态 那就算我们做完毕业设计 那就代表载入完成了吗 也不一定 就是代表我们在做设计的过程 就是一直在挖掘 一直在载入 一直在载入这样的概念 当然就是像我们的作品会有模型 会有图面 那实体展一定是会更精彩的 那就没办法因为疫情嘛 那就是只能用线上展览的方式 那我们也在就是思考 这个线上展怎么呈现的过程 也去想怎么样可以尽量达到 实体展能够做到的就是内容 那大家做这些作品的内容 也做得很辛苦这样 就是在评图完之后 还要再熬好几个页 去做出那几个图面这样 这个网站除了提供 应届建筑系学生免费发表作品 全国设计科系相关的人 也都可以参加发表 将作品以线上方式来呈现 金大建筑系毕业生吴湘芸表示 五年的时间在建筑课业上 将所学运用在臂展作品上 却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实体展出 现在用线上的方式表现 稍微弥补无法实体展的遗憾 我们临时活动被取消之后 有同学在广告上面看到这个平台提出这个计划 那他为了体恤我们 像我们这种就是可能临时没办法办展的人 他是免费提供这个平台的 所以就决定使用这个网站 有两年的展期我们是到2022年的6月15号 像我们这一届原本预计是在武江鼠院办金门展 然后台湾展的话会是在播皮疗 对所以但是对很可惜最后都取消 没办法用实体展去呈现我们的作品 然后就用线上展来弥补就是这个遗憾这样 这个群聚不设限网站 让应届毕业生免费参展两年 金大建筑系毕业生希望让更多的人 了解他们这五年来学了什么 占了建筑系生涯五分之一的毕业设计 这一年来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成本 到底在忙什么呢